很漂亮 头背最大的问题不是在手上面 是在你们的肩膀 发现你们都是在 都是在用肩膀 真正的手臂出自于哪里 肩胛骨后背 但是再全面一点的话 我们的手臂是出自于身体 你的身体的整个肩胛一下部位 来传递你的手 肋骨肩胛骨后背身体的延伸 才出现的手臂 永远不能用肩膀去出手 你肩膀一出手 这个舞蹈就变得怎么样了 相应对吗 很外在 尤其你让手是很内在 它讲究的是你的末梢神经 你看一个人的舞蹈 你肯定是看得很内在的感觉 对吗 内在的时候你才觉得很美 它是这样的 你不觉得很美对吗 我们先简单的练习下 手臂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轨迹 第一步 一位 二位的时候在斜后 三位的时候到达你的斜前脚 四十五度 四的时候收的时候 注意看我从你的 这个关节往回收 同时呢关闭你的手关节 两步一起 这里往回收 手关节往下放 然后还原的时候手冲外侧 为什么要冲外侧呢 冲内侧就会很保护的轨道呢 周围的冲外一点的话 就看起来会有角度 有弧度 那这是我们的手臂的轨迹 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出的时候呢 我最开始用发力的点 一定是从我们的胯关节到内部 增成了手臂的第一位 再用肩胛和后背带出第二位 第三位的时候通常其实是用我们的脚部的移动 和胸腔的收缩 还原我们的第三位 最后一条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我们出手的时候有一个基本逻辑是什么呢 收回来的时候 你的手指间一定放松的收缩的回复问题 对吗 也就是往内 出去的时候呢 手指间一定要撑到最满 拉到最长 我们最基本的就是上 收回来 送 收回来 对吗 送 收回来 收回来了